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我们回顾自从2020年疫情爆发到现在 许多的疫情的冲击 乃至于今年的地缘政治的局势 其实种种的不稳定 都让人心感到惶恐以及不安 在这样的情况下 心里有危机感 该怎么规划呢 许多人的选择之一 其实是买保险 我们都知道台湾人的保险的渗透率相当的高 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相当于每个人有两张以上的保单 当我们使用保险作为一些传承工具的时候 或者说当我们面对各种琳琅满目的保险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消费者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呢 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够避免面临国税局的补税甚至处罚 今天为了帮大家发挥保险最大的一个功效呢 特别邀请到了专家 也就是KPMG安侯建业 税务投资部的张志阳会计师 那我想刚刚Peter讲的很对 其实在选择这个所谓的传承工具的时候 的确实物上我们看到蛮多人选择用保单的 那我想最近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让大家对保险其实还蛮 就是他这个蛮多人注意到这个保险 当然防疫险可能不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范围 不过实物上的确我常看到很多客户 他想要买保单或者他已经买了保单 结果发现他买的保单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那其实是蛮可惜的 所以趁这个机会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实物上这个在保险上面 经常看到的一些错误的行为 或者是在保险上他的科税认定 到底怎么认定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跟大家做个分享 是我那天我们在对谈之前的准备 我就开玩笑说 让我觉得这是这个本节目开播到现在 可能所有听众朋友觉得跟切身的 这个相关度是最高的一级 所以我相信让今天的分享 这个含金量是很高的 我想先请一样介绍一下 我们谈到保险课税的时候 一定就会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留给子孙 留给另一半 去烦恼就好 反正可能我已经处理不到了 那我们就应该要特别来厘清 避免造成家人的一些困难 所以保险课税 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到底他基本的运作逻辑是什么 我想大家常常在讲到说 保险用保险来课税 但我在这边要先跟大家沟通一个基本的观念 其实保单它最原始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达到所谓的结税的效果 其实保险是一个分散风险的一个概念 所谓的分散风险的概念是 借由你所谓定期性的或一次性的支付你的保费 那通常有个特性是你支付的保费 跟后面拿回来的保险给付 保险给付会大于你支付的保费 那概念上是先从你的投入去赚取 往后可能比较高一点的支付回来 那它是借由有点类似除序的概念 但这不完全是除序 它先借由你支付一些保费 然后后面当比如说包含 比如说当事人生雇啦 或者是重病啦 它就会达到这个所谓支付 让你照顾生活分担风险的一个效果 所以第一个观念是 保险不完全是拿来用来结税 当然也是因为刚刚讲的原则 所以在保险的这个相对应的税法的规定下 为了达到这个所谓先支付保费 但是分散后面的风险 所以只要你的这个保险是以被继承人 就是讲身雇的那个人 作为被保险人的话 它的保险给付 的确按照遗产跟赠予税法的规定 它是可以不记录遗产总额 去计算这个遗产税的 那另外按照所得税 一般人可能听到说 保险给付不用缴所得税 这个概念不完全对 因为当你的药保人跟受益人 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 有关人身保险的 包含这个人寿保险或年金保险 人身保险的给付 它是会有记录 我们个人最低税负的基本所得 而去科征的 不过如果说是死亡给付的话 它一户会有3330万的免税额度 所以的确如果你的保单的规划 是规划得当的话 它是可以达到一定的 结税的效果 不过一般人我们常常看到 他会有保单买错的情况 怎么会发生保单买错的情况呢 一般我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对保险的角色 其实是有一些混淆的情况发生 是这边我就特别要帮大家来 好好的请教一下 这个所谓的药保人 然后受益人 然后刚才您提到的被保险人 这些角色我们真的很容易搞混 所以邀请杨帮我们来 一一来解释一下 其实大家简单理解 保险主要有三个角色 刚刚有提到 药保人 被保险人 跟受益人 所谓的药保人 其实简单来看 它就是保单的所有者 就是它是签约 签这个保单的约 然后这个保单 等于是他买的保单 好 那被保险人 是保险连结的标的 意思就是说 这个保险的给付条件 会不会达成 看的是这个被保险人 比如说我们以 人寿保险来看 就是以他的生命 作为连结的这个条件 所以当他申雇的时候 所谓的子王 给付就会发生 这样子 那受益人指的是说 这个保单启动 给付条件的时候 是付给谁 所以受益人 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角色 所以在保险的三个角色上面 药保人就是保单的所有者 被保险人就是保险的标的 那这个受益人 就是知灵保险给付的那个人 是 那这三种角色 通常在保单上面 我写名字的说 写错 大概是什么样的角色会写错呢 好 实物上最常看到 这个长辈买保单保错 是因为大部分长辈都想要照顾他的小孩 那想要照顾小孩的时候 他就想说 那我帮他买个保单好了 可是他搞错这个 上面讲的三个对象 他误以为帮小孩买保单 是以小孩作为被保险人 那同时 他又担心 因为刚刚讲过 药保人是签约的人 那签约的人就有权利去变更 或者是解约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有的时候会担心 我用小孩子做药保人的话 他又是 这个我们讲的比较贵 会不会就是跑去把这个保单解约掉 或者是变更掉 把钱拿走 所以他这个时候会担心 所以他就用他自己当做药保人 所以药保人是他是长辈自己本身 被保险人反而是小孩子 这个时候受益人 不管是他本身或是小孩子 会发生一件事情 当这个人受保险 这个所谓的 这个长辈死亡的时候 他身故的时候 因为被保险人是子女 而不是长辈本身 所以发生了一件事是 保险给付的条件 其实还没有达成 因为要被保险人的生命 才是他连结的标的 好 但是因为药保人 拥有这张保单的资产价值 所以变成是 长辈身故的时候 他拥有这张保单 要寄到他的遗产总额里面 去科遗产税 那保险也还没给付 所以达不到 他想要拿一笔钱 让小孩子照顾他往后生活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发生 其实他当时是想要帮小孩子 买保单照顾小孩 结果造成他生故的时候 反而小孩在缴遗产税 还要多缴一笔 而且还不能拿保险的给付 这是最常见发生的一个状况 不过实物上面临到 如果保错 不建议再还没有请教过 包含会计师或者是保险的专家 就贸然的去做保险的改变 因为药保人的变更 实际上是涉及到资产的移转 所以如果假设你这个时候 贸然去把药保人 从你自己本身个人 变成你的小孩子 那这个会变成一个保单的赠予行为 反而在当下会要缴赠予税 所以这要特别注意 所以刚才杨提到的第二个段落 其实反而是重点 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写的 跟你原来要传承的这个意志 是不同的途径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 杨刚才提到说 长辈已经不在了 结果反而是孩子这辈要缴遗产 所以这个情况的时候 反而是不可以任意的去变更这个药保人 因为会发生赠予税的问题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应该要如何的去处理 实物上可能真的是 名字写错了这件事情 好如果面临到实物上 真的面临到所谓发现 保单好像保错了 那这个时候有几种可能的方式解决 那保单各位知道 其实保险是可以解约的 但是保险解约 就是要注意一件事情是 因为大部分的保单 都会有你的保险解约限值的金额是多少 跟你投进去的保费 那这个要看你保险的延续的期间 跟他计算的风险因子 去计算他的保险解约限值 在哪一年会跟你给付进去的保费 达到这个相等或相近 你太早去解约保单 因为他的保险解约限值是小于你给付进去的保费的 所以你会造成损失 那当然你如果觉得说 那个损失金额不大 你愿意承担那个损失 要不要先把这个保单干脆解约解掉 解掉之后再重新保险 这是其中一种可能 那当然刚刚提到要保人做这个变更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样看 保单的限值 有没有超过你每个年度的赠与税的免税额度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今年开始 每个人的赠与税有244万的免税额度 指的是赠与人 就是我们送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可以送244万不用缴税 那我们讲要保人的变更 其实也是涉及到一个赠与行为的话 那你就看 有没有超过你的赠与税的免税额度 假设还没超过 其实你这个变更是也不用缴到赠与税 但如果你已经超过 那因为台湾的赠与税是一个急剧式的税率 2500万以下的10%的税率 这个2500万到5000万之间是15% 那超过5000万以上是20% 所以就看一下你这个保单 如果涉及到这个价值的移转 你的适用税率如果在10% 那这个要缴的赠与税是 你觉得这个金额你还可以承受的话 也可以考虑是不是用比较低的金额去缴 那第三个考虑的方向 保单的价值移转 它可以有一个对价关系 所谓的对价关系指的是 比如说你要把你的保单转给你的小孩 要保人变更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小孩 是能够把你给付进去的保费 补偿给你 概念上就是变成是 实际上是他缴保费 那所以这几种做法 是可以让你可以做到 这个所谓保单变更 不过各种做法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有的人是缴点税他愿意 有的人是承受一点损失他愿意 有的人是一毛税都不愿意缴 所以这种情况就要去看 哪一种情况是跟你比较符合的 是当然保险它的本意 就是诚如刚才一样提到的 它是分散风险 同时让你有一定的程度的保障 那我们应该要如何的去聪明的投保 才能够在合法的情况下 达到一定的结税的效益 而且不浪费这个效益呢 我想回到我刚刚其实跟大家沟通了一个观念 其实买保单 还是要回归到你投保的主要的目的 刚刚讲分散风险可能是其中一个 那现在因为保险商品 蠻目的蠻多的 里面有一些包含储蓄型保险 或者是说投资型保险 那概念上有的像储蓄型保险 是为了比如帮小孩子存一个学费 等到他这个要大学的时候 他就有足够的学费 比如包含他想要创业 或者是他想要出国念书 或者他想要继续进修 都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去做到 他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还是回归到 你保险你的目的何在 那当然我们讲到一个比较极端的 假设我们以纯税务去考量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我要先强调 但是我们如果单纯以税务的效果 去做分析的话 我们刚刚 以刚刚举的一个保错的例子 我们今天如果在一开始保险的时候 就用小孩子当做药保人 那被保险人倒过来 变成长辈自己做被保险人 这个时候保单的受益人 如果也是小孩的话 我们来看看 如果这时候长辈发生生雇的事实的时候 会发生怎么样的状况 因为长辈生雇 被保险人就是长辈自己本身 所以保险给付的条件已经达成 那因为他有符合被保险人 就是被继承人的一个前提要件 所以这个保险给付 本身就不会寄到遗产税里面去瞌睡 那同时他因为是属于药保人跟受益人 是同一个人的状态 所以在所得税的最低税付上面 这笔也不用寄进去瞌睡 那这张保单只需要去注意一件事情是 假设药保人写小孩 所以给付保费的责任在小孩身上 这个时候如果付保费的不是小孩本身 是长辈在帮他付保费 这时候你就要注意你每个年度在付的保费 有没有超过我们刚刚讲到 一个年度你可以赠予的244万的额度 假设还在这个额度内 你等于每一年在免税的额度内 帮小孩子缴掉保费之后 之后的保险给付 小孩子拿到不用缴的所得税 也不会寄到长辈自己本身的遗产税里面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就会达到一个比较极致的一个结税的效果 但还是回来 我不是建议大家每张保单都这样保 因为实物上的确 你不用小孩子当做药保人的时候 他就有权利可以去变更保单 或者去节约 所以这个还是要回归到 长辈对自己小孩子的了解 也回归到长辈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小孩子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目的何在 是刚才要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保险真的是琳琅满目 很多台湾人金融消费者 选择的其中一块的商品 是投资型保单 投资型保单的收益 然后他的一些结合的一些条款 我们在课税上面 实物上 有没有常见的一些误区 我们应该如何注意呢 的确很多人误以为 只要跟保险有关的给付 他就不用交所得税 这个其实是一个经常的误解 因为投资型保单 通常 这边讲一下 台湾的保险商品 因为按照保险法的规定 他一定要结合人身保险 所以这个投资型保单里面 一定有一小部分 是结合到你的受险 这个人身保险给付的部位 可是大部分的投资型保单 会变得是跟一般保险商品 不太一样是 他大部分在投资的部位 少部分才在这个 所谓的人身保险的部位 所以当他给付的时候 如果是属于在投资获利的部分 这时候就要看他保单连结的 投资标的 比如说是股票 那这样他收到的如果是股利 你就有寄到个人众合所的税 要磕税的问题 他结合的如果是股票买卖的价差 那就要看上市贵股票的话 你有支用免税 他连结到如果是债券 利息一样有磕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就要看他连结的商品 不过现在保险公司 在做这个投资型保单的时候 他每年应该都会给你一张通知 单上面有写说 你的所得的类别是什么 所以这个到时候 每个人在五月报税的时候 其实就要注意 你的保单是不是实际上 是有些所得要缴税的 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知道有一些金融消费者 他们选择的 其实不是台湾的保单 而是国外的保单 然后国外的保单 包括可能条款相对比较多元 等等 他们选择了 不是在台湾发行的 那这件事情 会不会让他有 跟台湾一样的磕税的待遇 还是说他有其他 要注意的地方呢 这些经常会有人的误解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到 包含不记录遗产科税 或者是不记录所得科税的适用 原则上都是要按照 政府保险法的规定 按政府核准发行的保单 才能够符合我们刚前面 讲的这些规定 那国外发行的保单 因为不属于台湾政府 核准发行的保单 所以第一个 这个保单就是药保人的财产 那因为台湾人将在遗产赠予税上 是针对全球的财产去做课征 所以这张保单 就会有寄到他个人的 不管是这个将来的遗产税 或者是事前先做调整的 赠予税上面去计算 那这个保单连接到的这个收益 一样会有 这个就算是保险给付 一样会有视为他个人海外所得 要科最低税付的问题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海外的保单 实际上是没有台湾相对应的一些 这个税务上面的效益的适用的 是 那最后我们总结来看的话 样有没有什么重点 要提醒大家留意的呢 实际上当然在很多情况之下 保险业务员为了要这个增加 他这个卖保险的绩效 所以有的时候都会用税务上面的效果 来去做一些这个保险推销 上面的一些话术也好 说法也好 不过这个时候每个消费者 应该要自己拥有一个就是基本的税务的常识以外 心中也要那把尺要拿捏的好 因为食物上纵使你的保单 有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各种的磕睡的要件 可是不要忘了 我们台湾的税法有一个叫做实质磕睡原则 食物上经常会看到 这个包含是高龄投保 就是年纪已经很大了才去做投保 或者是他已经生了重病了才去投保 或者是说他是用那种短角型的保单 给付进去的保费跟他拿回来的保险给付 可能相当甚至是保费会比你的保险几外来的高一点 那这些情况之下 国税局都有可能认为说你做保险的动作 不是依据保险基本分散风险的目的 而是只是单纯做到避税的效果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的保单就可能不被国税局同意说 可以不计到遗产磕睡或者不计所得磕睡的情况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在投保的时候要特别去注意 保险还是要回归到你当时保险的目的 才去考虑你要不要去做保险这个动作 是我相信经过了这一集的节目介绍之后 大家听完对于整个保险的条款 包括整个药保人要怎么写 被保人要怎么写 这应该都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程如刚才一样提到 如果你觉得整个规划是有一些误差 甚至是误解了这个遗产的准备的话 其实不要急着改名字 这件事情程如刚才样作说 会有税务上的问题 但因为每一个人对于风险承受都不一样 可能上一代跟下一代彼此之间 看待保险的意义也不一样 所以真的是要慎思 然后慎重的了解说 你的下一代真的像你想的一样吗 它会不会有一些乱花钱的情况发生呢 因为毕竟传承的目的是希望完整的把资产 转交给下一代嘛 那不希望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所以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我觉得听完这期节目之后 如果你有一些困惑 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请教一个专家 像样今天这样子分门别类的 把常见的误区 然后条款的设计 然后有一些课税的规定 都解释的非常清楚 我相信就是你很重要的一个资讯的对象 接下来呢 我相信台湾金融消费者 一定还有很多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也期待一样能够针对这些 包括税务啊 包括像是保障类型的这些重点 给我们做更多的介绍 期待你下一次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 谢谢Peter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KPMG知识音浪节目 让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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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